哪些是需要去做数据清理 认识数据清理 数据清理就是说 像如果说这个行ID 它是定义成数值 到时候它是可以做加减乘除运算 可是如果这个行ID 它本身是属于一个类别 识别类别或者是区分的一个类别 然后用数值来去代表 这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会把它拿去做 适者运算 举例来说 男生我们定义为1 女生定义为0 那加了一万个0 跟加了一万五千个1 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而且加了一万次0 你根本就算不出来 这是一万个人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请注意我们资料清理 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栏位确定 如何做资料清理 好 要开始请各位跟着做 第一 点选常用 第二 请点选上面这个 转换资料 请点选 查询里面的转换资料 请点它 好了 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它叫做Power Query编辑器 等一下我们离开这边 我们是不做任何储存 我们是直接关掉Power Query 然后套用给Power BI 好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知道 好 那 如何把行ID定义为正确的资料类型 这就是数据清理 做法很简单 就是这个地方 一 请点选行ID的123 然后点下去之后 请改成文字 第二点到文字之后 第三请点选取代现有 做完了 所谓的资料清理 资料清理 这边 其实 它会有一个提示 好 这个资料清理 它下面 它这个绿绿的 你游标子要移过去 它会告诉你 这个栏位名称叫行ID 然后里面 绿色多少 红色多少 黑色多少 因为在这个栏位里面 你去看所有的大数据 你去收集过来真实世界数据 大概针对这个栏 就只会有三种事情 第一个就是有效的 第二个就是错误的 第三个就是空值 然后我们数据清理 就是要再去从这个有效的数字中 你可能还要再区别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举例来说 各位 如果说我们拿这个订单日期为例 您是不是应该做所谓的数字清理 我们日期没有空值 那万一真的有空值发生的时候 您是要放哪一天 而且那错误 什么叫错误 举例来说 2022年2月30号 2022年5月32号 那就是错误了 日期不可以有空值 如果错误日期 我先把错误日期 先去做写程式来去抵对 不晓得各位 可不可以理解 这都是需要去花很多时间来去做 那我们现在要刻意的讲 因为我们是要学数据清理 所以麻烦这个卷轴 卷轴移到最右边 它这里面数字 它这里面的数字就只有 这边有看到销售额 数量折扣利润 所以请用水平卷轴移到最右边 有看到销售额 所以麻烦请点选销售额 好 要请大家都出现这一个 因为我们要去认识数字 就是藉由它如果是不对的类型 我就要改它的类型 那如果说它是正确的 它是正确的 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做一些判断 好 你一定要知道哦 就是假设这个没有出现 好 怎么样让它出现 还有这上面有一个叫做资料编辑列 就是它已经写好程式 会放在这边 资料清理 一定要先看到 这个资料行统计 那可是有些人 它软体安装好 它真的没有资料行统计 还有这一个叫做 这一个叫做资料编辑列 资料编辑列里面就是 它幕后写 帮我们写的程式 好 怎么样去打开资料行统计资料 以及资料编辑列 在哪一个功能 它在检视表 一麻烦请点检视表 二麻烦请点这个资料 检查一下资料编辑列 一定要打勾 三 资料行统设定档 请打勾 因为我们一定要看懂这个东西是什么 去决定到底要不要去做资料清理 好 所以请看这三个就是 一点选资料表 二资料编辑列 三资料行设定档 好了 接下来麻烦我们现在要来讲销售额 资料清理里面 针对这个销售额 请问销售额里面一定都是数字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这个1.2 1.2它就是有整数位跟小数位 小数位两位 好 那 那在这个地方 它这个绿色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它现在只以一千笔记录来去抽样 显示数值的分布 它发现这一千笔通通百分之百都是活的 绿色就是活的 有效的 这是正在使用中的这一千个销售额都是活的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千个 百分之百 那如果这里面销售额出现 请问销售额会不会有负数 销售额绝对不会有负数 销售额卖东西给别人一定都是零以上 就是所谓零的话就是免费赠送 没有人说好 我卖这个那个饮料给你 我还给你五块钱 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销售 好 所以销售额这边如果出现那个负物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错误 好 那有可能销售额它会是空值 因为当我们在有时间差的时候 取资料有时间差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销售额它还没有补进去 这个金额是多少 好了那下面就是在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是第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看到销售额里面 零错误零空白 那这个资料行统计资料又在讲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在这个一千笔里面相亦973 这时候我们在做那个数据分析的人 我们就觉得说 那个每个销售额的单下的那个值是相亦 相亦973 都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判断出来说 很有可能它的资料都是正确的 那可是这是一个统计 所以它就画这张图给我们来去看一下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最多 最多因为这边 这边它其实也会出现说 这个最大值是多少 最小值是多少 那好像就没有出现最多 可是它这边说出现 出现后可能这个出现了三次 34.02出现了三次 它只是告诉我们这件事 然后这个15.39出现两次 所以有看到 它第一个是先放这个值是多少 第二个放的是出现的频率 大部分都是出现一次 以上是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 但是还没有讲完 销售额只有正值 顺便给各位看一下利润 利润是不是可以有负的值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 您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利润 这里面的利润 其实零出现很多次 13次 然后负数呢 它没有呈现 可是在这边最小值 是不是有看到 它有负值 那这个时候 你就要去问一下自己说 你要去判断这个资料 到底是干不干净 那利润 利润有负值合理吗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去做 看要不要针对利润 来去写资料清理程式 好那当然利润 它是可以有负值的 好再接下来 有时候我们 未进来的资料 好就是不小心在 例如说利润的右边 写了一些备注 甚至写了那个 按了不小心按了一个空白键 它到时候资料读取进来 它会变成独立的一栏 接下来呢 我就必须要教你们 就是如果没有值的内容 我就把它给删除掉 如何删除蓝滑鼠右键 现在要请你跟着我一起做 如何把多余用不到的蓝 删除滑鼠右键点选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移除 因为我只有选到一个蓝位名称 所以第二个动作点移除 接下来再把column22移除 如何移除多余的蓝 所以一滑鼠右键点选蓝 二点选移除 好 我们资料清理 讲到这边要结束了 所以请点选常用 底下的第一个 关闭并套用 就点上面这个图示就好了 所谓关闭并套用 离开资料清理 不用储存 那要如何操作 点选一常用 二关闭并套用 好 好 谢谢观看